这衣服上绣的蛋黄花朵 看着倒像是这摇黄牡丹呢 这衣裳是内务府 昨日送过来的 我看这颜色别致 别穿上了 并没留意 是否是摇黄牡丹的图案 想来贤妃也是无心的 人人都知道 这摇黄牡丹是万花之王 只有中宫的皇后娘娘 才配用 既然是无心的 那贤妃就以皇后娘娘 告罪一声吧 这衣服回去脱下 捡了不再穿就是 想必皇后娘娘 也不会怪罪于你的 皇后娘娘自然不会在意的 因为花中之王 后宫之主本在人情 皇后娘娘 臣妾回到宫中 会将衣服脱下 送到皇后娘娘宫中 但凭皇后娘娘处置 一件衣服而已 罢了 你归安吧 谢皇后娘娘 那臣妾告退了 来人 把那盘花端下去 本宫不想看见 这种宣兵夺主的东西 就不应该养在皇后娘娘宫里 这个贤妃 何时忘记过自己被封为敌附近之事 什么动静 你眼睛瞎了吗 当你总理不长眼睛 可不饶命啊 是奴婢不当心 惹怒了娘娘 奴婢再也不敢了 哪儿来的蠢丫头 笨手笨脚的 连拍画都办不完 家妃娘娘别生气 赵仪太把这个丫头拉出去 重重地嚷嘴 娘娘嚷命啊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嚷命啊 皇后娘娘 奴婢同一会跟贤妃娘娘过来 不懂规矩 无意麻烦皇后娘娘啊 慢着 你说你跟谁过来的 是 是贤妃娘娘 贤妃 贤妃娘娘性子温柔随和 怕奴婢 怕奴婢犯了规矩 就带着奴婢过来了 贤妃对你倒是挺好的 贤妃娘娘 向来安德会下 那奴婢们都很是感激 小嘴巴巴的倒是很会夸人 看着就是个顽略的贱婢 犯了错就更不该宽纵 何该被婚婚打死 奴婢知错了 奴婢知错了 你要再饶命啊 这宫里没有犯了点错 就凭败打死人的规矩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 奴婢叫魏燕婢 家里做什么的 阿嬷亲太曾任内管理 当阿嬷犯了事 已经不在了 燕婢 要力要弃的名字 既然你那么喜欢贤妃 就叫婴儿吧 婴花的婴 你给她改了名字 难道还想做她的主子不成 是 这丫头不懂规矩 满口胡说 臣妾定会好好调教她 不叫皇后娘娘生气 也好 那就把她交给你了 是 奴婢心恩 起来跟我走吧 是 待会儿把这剥好的莲子和核桃 熬成羹汤 送去养心殿 皇上喜欢喝 您要得到皇上的欢欣荣业 皇上得到您的心哪 可不知道该怎么着了呢 我的心从没变过 属于世子 卓儿 见了家妃娘娘还不跪下 奴婢婴儿 请家妃娘娘来 你倒是乖觉 知道本宫为什么叫你婴儿吗 奴婢愚媚 奴婢不知 你呀 去送花不是错 送盆瑶黄也不是错 最错的是 你在皇后娘娘生气的时候 竟然去说贤妃的好 你说你是不是讨人业啊 贤妃从前的名字叫青婴 那你就叫婴儿 是不是很合适啊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死倒不用了 若你啃割了你这根乱说话的舌头 或许皇后娘娘开恩 还准你再回到花坊去 恰被娘娘恕罪 知道你舍不得 本宫也舍不得 你要是不会说话 本宫还怎么得气呢 婴儿 以后你便是启祥宫的人了 给我好好地伺候主 要是敢有一点不周到的地方 看我怎么收拾你 今儿这香点得好 是苏和香吧 是 主回宫前半个时辰便点上了 这香闻着倒是好 就是放得远了点 婴儿 去把那边那个小香炉 捧到本宫身前来 是 谁叫你放下的 跪下 捧高点 是 是 本宫也乏了去眠一眠 记着 以后婴儿就这么伺候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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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贱婢 谁让你捣着的 谁让你放下的 快点 你还敢哭 赶紧给我举起来 你 别 走 你 你 还苦 一个宫女 您不必这么琢磨她 道而而人觉得 您事事都听皇后娘娘的 又沉不住性子 也要尖嘴吏 沉不住性子 又抑护皇后 宫里的人不是 向来都这么看我的吗 若是连你也这样看 那倒也是好事 皇后娘娘膝下无子 贵妃又病了 咱们不必时时都看 他们的脸色 皇后再没嫡子也是皇后 只要皇上看中 便也是分依靠 那丫头被皇后迁怒 皇后不好发作 借我的手罢了 我多折磨她一分 皇后便以为我 多厌恶贤费一分 便也多依附皇后一分罢了 合胸 穿过后 身体温暖 盖